成名成品大厦位于杭州林平的新国路上 杨女士这套单身公寓是富士结构 面积43平方左右 记得在现场看到 小厨房的橱柜还没有装柜门 卧室没有铺地板 衣柜没有装柜门 卫生间的吊顶也没有装好 杨女士说 从去年12月开始 新房装修一直处于停工状态 屋梯那种都没有装到位的 房间里 地板 卫生间有什么问题 卫生间下面房屋都不给我做的 杨女士说 这套单身公寓是夫妻俩去年7月花了60多万买的 在售楼处工作人员的推荐之下 她丈夫和杭州微度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签了装修合同 工程款一共是6万8 工程承包方式是包工包料 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全包 合同上写明 工程期限60个工作日 已受到定金和办理装修手续之次日起计算 合同落款的地方还有一行手写的备注 卧室客厅赠送两部空调 杨女士说 目前夫妻俩已经支付了6万6 还剩2000块钱没有结清 买房子的时候钱付了都嘛 他就实际把这个叫我付了6千8百块 等于是装修的 他就这样提及我们说 一起装修嘛要快一点要好一点 当时你们谈好了家里的装修到什么程度呢 比如说冰箱洗衣机延长 除了这个之外 钱也不要被我弄好了 杨女士告诉记者 当时她觉得装修公司是售楼处工作人员介绍的 又是几户业主一起装修 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 因为家里事情比较多 她很少去新房装修现场看一看 平时都是通过微信 跟微度装饰的代老板联系 直到去年12月底 才发现新房装修停工了 下午统计一下给你一个证明事情 觉得没人 似乎都回去了 接是给你接的 他好像是应付应付你呢 就这样的 过年上来之后呢 好来一直都不接电话 你们后来有没有找过楼下的手的手 我找不到 他们也就这样说 也在帮忙找这个人 杨女士说 过完春节之后 她再给代老板打电话发微信 对方都没有回复 另外几位委托微度装饰装修新房的业主 也遇到了装修停工的问题 记者先用杨女士的微信 给代老板打了语音电话 对方一直没有接 再拨打代老板的手机 你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请和最后再拨 记者通过国家企业 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进行查询 杭州微度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已经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公司的注册地址 在宇航区咸陵街道的西市街 按照这个地址找过去 现场是一排关着门的房谷建筑 没有看到微度装饰的招牌 找到成名成品大厦楼下的售楼处 工作人员表示 他们不便接受采访 接着电话联系上了售楼处的墨经理 至于杨女士反应的情况 应该如何解决 墨经理在电话里是这样回复的 杨律师表示 他要跟家人商量一下 再决定是否通过法律途径 解决此事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